欢迎继续搭乘凤凰早班车 我们再来关注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周一同多哥总统福雷护制贺电 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 习近平指出 众多传统友谊深厚 建交半个世纪以来 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换 双方始终真诚友好 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道关切问题上 坚定相互支持 务实合作成果丰硕 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福祉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 两国人民守望相助共克时间 谱写了《中多友谊》新篇章 习近平称 他高度重视中多关系发展 愿同福雷总统一道努力 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 巩固政治互信 在共建一带一路 和中非合作论坛框架内 深化各领域合作 推动中多关系迈上新台阶 为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 做出积极贡献 福雷表示 多中建交50年来 两国伙伴关系坚定稳固 富有成效 在两国领导人共同关心和推动下 两国关系不断发展壮大 硕骨累累 惠及两国民众 中国始终是多哥探索全面 可持续发展道路上的 关键战略伙伴 多方散散中国 一如既往 鉴定同非洲国家 站在一起 势力于强化中非伙伴关系 实现共同繁荣 多哥毫不动摇 坚持一个中国原则 福雷称 他愿同习近平主席一道努力 推动多中友好合作关系 不断加强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19号向产业链供应链 任性与稳定国际论坛 致核心 习近平指出 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 任性和稳定 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 重要保障 符合世界各国人民 共同利益 中国坚定不移 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 公共产品属性 保障本国产业链供应链 安全稳定 以实际行动 深化产业链供应链 国际合作 让发展成果 更好汇集各国人民 习近平强调 中国愿同各国一道 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 和产业变革新机遇 共同构建 安全稳定 畅通高效 开放包容 互利共赢的 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体系 为促进全球经济循环 助力世界经济增长 增进各国人民福祉 做出贡献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要带您看 第七届中国亚欧博览会 19号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了 中国家主席习近平 当天向旗 去核心 习近平指出 亚欧大陆充满发展活力和潜力 是共建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重点区域 近年来 中国新疆充分发挥趋位优势 积极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 促进中国和亚欧地区国家互联互通 互利合作 共同发展 取得积极成效 习近平强调 中国愿同各国一道 以中国亚欧博览会为平台 弘扬和平合作 开放包容 互学互建 互利共赢的思路精神 坚持高标准 可持续 会民生 不断拓展亚欧合作领域 提高亚欧合作水平 促进共同发展繁荣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在上周结束了中亚执行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 19号在记者会上表示 这是在历史关键节点 进行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访问 将有力推动上和组织 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引领中国同有关国家的关系 迈上新台阶 本届峰会实现了三个历史之最 一是成果文件的数量最多 一共通过了44份成果文件 二是参会的范围最广 包括成员国 观察员国 主席国客人在内 共有14位国家领导人 出席了本届峰会 还有联合国等9个国际组织 和机制的负责人与会 三是扩原规模最大 峰会接收伊朗为成员国 支持启动白俄罗斯加入程序 批准埃及 沙特 卡塔尔 同意巴林 马尔代夫 阿联酋 科威特 缅甸 为新的对话伙伴 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国葬仪式 在当地时间19号上午11点 在伦敦的威斯敏斯特教堂举行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特别代表 国家副主席王岐山等超过2000名的宾客 出席了仪式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特别代表 国家副主席王岐山等超过2000名宾客 出席仪式 其中包括近200个国家和地区的 约500名政要 里面有近100位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 以及超过20位王室成员 上午10点44分 女王的灵鹫被放置在皇家海军的炮驾车之上 由142名海军士兵移送至威斯敏斯特教堂 国王查尔斯三世和他的兄弟姐妹 安妮 安德鲁 爱德华 以及女王的孙辈 威廉王子 哈里王子等一众王室成员 缓步跟随在灵鹫后面护送 由苏格兰和爱尔兰管乐团库尔喀旅 和皇家空军的200名乐师率领的送葬队伍 在数分钟后抵达威斯敏斯特教堂的西门 女王灵鹫被抬进教堂 进入教堂后 全场速力 灵鹫在歌声中被安置在教堂中央的圣坛前 国葬仪式由威斯敏斯特教堂主任牧师霍伊尔主持 英联邦秘书长斯科特兰和英国首相特拉斯分别宣读到此 随着国葬仪式进入尾声 现场人士和英国全国民众一同 为女王进行两分钟的抹哀 12点左右 仪式在军号 国歌和哀乐声中结束 其后 女王灵鹫再度被抬起 经过议会广场等地运往惠林顿拱门 途中 两侧道路人山人海 挤满了前来送别女王的英国民众 期间 海德公园每分钟冥想礼炮一次 大本钟每隔一分钟敲响一次 下午1点左右 在惠林顿拱门前 女王灵鹫从炮驾车移至灵车内 这辆女王生前参与设计的灵车 加大了车窗 能够看清灵鹫 方便民众目送她最后一程 灵车启程 使向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暗藏地 温莎城堡 圣乔治教堂 当灵车驶入道路 两旁等待多时的民众 向女王抱以热烈的掌声 便抛打花束 以表达对她的不舍和感谢 灵车之后抵达温莎城堡外 在皇家卫队护送下 缓慢向前开进 走完最后一程路 女王灵鹫被抬入安葬地 圣乔治教堂的乔治六世国王纪念堂 与她的丈夫菲利普亲王一同长眠于此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中国国家副主席王岐山 19号作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特别代表 出席了在伦敦举行的 英国已故女王伊丽莎白二世葬礼 出席葬礼的当地不同行业代表 对本台记者表示欢迎 乐见英中关系积极发展 另一方面 中国驻英使馆对台湾当局人员 获准为英女王逝世签署了 到眼部是向英国政府提出了严正交涉 虽然有全球约500名政要和王室代表 出席了英女王葬礼活动 但中国国家副主席王岐山 在伦敦的亮相 还是受到当地舆论的格外关注 这次使中国近年来 少有的高级别官员到访伦敦 早前包括英国国会下院议员邓肯史密斯 在内的少数议员提出 国会鉴于中英在香港和新疆等问题上的政策分歧 不应当准许中国官员进入国会调研女王 但英国国会之后又对外表示 这次所有获得英国官方邀请的外国代表 都获准进入国会 在19号英国为巨市女王 在伦敦威斯米斯的教堂举行葬礼仪式后 也有出席活动的代表对本台记者表示 欢迎中方派高级官员代表出席这次的活动 英国国会和首相府都对当地媒体就此事的追问 不做评论 但有参与葬礼仪式的民间人士认为 英中关系需要增进 此外中国驻英使馆表示 已经就台湾当局人员被允许为英女王逝世签署调研部 向英国政府提出严正交涉 英方表示台湾当局人员的行为是不请自来 中国驻英使馆则敦促英方纠正错误 停止任何违背一个中国原则的言行 英女王葬礼被看作是英国处理与全球各国关系的直接体现 在英国向全球发出约1000份邀请中 没有俄罗斯 白俄罗斯 叙利亚 委内瑞拉 阿富汗和缅甸六个国家 由于同英国的外交关系不同 还是有一些国家并没有获得邀请 其中就包括朝鲜 伊朗以及尼加拉瓜的领导人 都没有获得邀请 但是这些国家所在伦敦的大使则是火谣参加葬礼 福豪卫视 曹杰 安光细 伦敦报道 俄罗斯国防部在19号表示 9月初在日内瓦举行的禁止生物和毒素武器公约 缔约国会议上 美国承认了对低收入的乌克兰人进行了生物研究 并且从乌克兰转移了致病军珠和生物材料样本 俄方就认为美国的霸权主义影响了公约成员国的立场 俄罗斯武装部队辐射 化学和生物防御部队负责人 吉里洛夫19日对外表示 俄罗斯于9月初在日内瓦发起了禁止生物和毒素武器公约 第一国会议 主要讨论了美国和乌克兰违反公约第一条和第四条的情况 会上 俄罗斯国防部分析了美国和乌克兰代表所有的与会材料 并提出了关于非法进行生物研究活动的20多个问题 而在讨论这些问题时 美国代表团承认了对乌克兰的军人和精神病人进行生物研究的事实 同时指出 以前美国将病原生物材料样本转移到美国的做法并不常见 基里洛夫同时表示 与会人员拿到了俄罗斯国防部早前宣布的文件的副本 以及证实在乌克兰境内实施军事生物计划的物证 会上 没有一个代表团对俄罗斯提交的文件的真实性有任何怀疑 包括乌克兰实验室中病原体材料的积累 基里洛夫同时指出 由于担心收到美国的制裁 只有43个代表团发言 其中22个国家要么支持俄罗斯的立场 要么采取中立立场 而包括乌克兰 美国 以及北约盟国在内的21个国家 则对俄罗斯的立场是反对意见 我们已经说了 在前面的事件 США настойчиво требовали от государства участников совместного заявления о якобы мирном характере программ по снижению биологической угрозы и часть стран подписала данное заявление опасаясь реакции США и угрозы введения санкций многие страны воздержались от участия в совещании в результате чего в нем участвовало всего 89 стран из 184 государств участников КБТО 鳳凰卫视 引力 Мос克报道 俄罗斯总统普京 在19号也提到了 未来三年的预算 必须要保持平衡和稳定 最重要的是 要能够有效地应对 整个公共财政领域的挑战 俄罗斯总统普京 在19号的经济问题会议上表示 在制定预算时 必须考虑到直接影响 其收入方面的客观因素 主要是俄罗斯国内宏观经济形势 以及全球大宗商品 和金融市场的状况 未来三年 俄罗斯的预算 必须保持平衡和稳定 据俄罗斯媒体透露 原定于9月15日 提交给国家杜马的预算草案 目前已推迟到10月1日 有知情人士表示 俄罗斯财政部 假设的2023年 联邦预算赤字 将达到1.59万亿卢布 2024年为1.413万亿卢布 2025年为1.358万亿卢布 而这对应预测的GDP 分别是1.2% 1.1%和0.9% 此前俄罗斯多个高层军队外表示 制定未来三年的预算 是相当艰难的一项工作 全球市场已经发生巨大变化 且西方制裁空前 俄罗斯总理米书斯金曾指出 西方的制裁主要是两个目标 立即对俄罗斯金融体系 造成严重破坏 并通过破坏经济联系和价值链 来破坏国家的潜力 而未来三年的预算 则全面指导着俄罗斯经济结构的调整 我们继续说 我们继续说 我们的改变化和变化 россий的生互 我们继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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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质颍购口 我们继续说 和美国形状况 和美国聪酬们 和中国友调之间 我们继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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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继续说 受益能力 我们继续说 我们继续受制定械格 在美国和美国身边 留意大臣 我们继续 关于俄罗斯未来的经济走向 俄罗斯央行是表示 最重要的是预算的问题 因为近几个月来 预算的支出一直在加速增长 而这可以产生促通胀效应 在乌克兰东部早前自行宣布独立的 卢干斯克人民共和国 当地社会院提出 要立即举行加入俄罗斯联邦的公投 而顿年茨克人民共和国社会院 也呼吁共和国领导人普希林 立即就加入俄罗斯联邦举行公投 普希林就表示 已经收到了社会院的呼吁 并且同卢干斯克领导人就此展开了讨论 卢干斯克社会院在倡议当中提出 加入俄罗斯不仅有助于 当地的建设和未来发展 也能确保领土不受到乌军侵袭 社会院还表示 相信入俄公投汇取的成功 因为当地的居民早在八年前 顿巴斯冲突爆发之后 就希望加入俄罗斯 对此俄罗斯政治分析员巴比奇 在接受今日俄罗斯电视台采访时表示 卢干斯克人民一定会同意加入俄罗斯 因为过去八年 当地已经遭受了太多炮击和轰炸 一旦加入俄罗斯 卢干斯克就会得到 跟俄罗斯其他地区同等的安全保障 而卢干斯克人民也需要借此获得保障 不会被还给乌克兰 另外 顿捏茨克社会院也表示 是时候抹除顿捏茨克跟俄罗斯之间 原本就不存在的边界 已经要求领导人普希林 立即举行入俄公投 希望话题再次请来持续评论员 正好先想帮我们点评分析 建议先生好 你好你好 夏宜 建议先生我们刚刚听到 陈子念的这个新闻 局势很紧绷 因为这次双方在 卢干斯克地区交火还在持续 但是现在要立即加入 举行这俄罗斯联邦的公投 您对于卢干斯克的局势 有什么样的观察呢 在顿巴斯地区进行公投 是否要加入俄罗斯 这个决定其实在很久 差不多几个月前就已经开始存在 但是因为战场上的战事的一些变化 所以两个地区 无论是顿利斯克还是卢干斯克 其实都已经推迟了所谓的公投 那么这次卢干斯克社会院 提出要加快公投 但是从目前的消息来看 莫斯科还没有就此做出任何的反应 因为要进行公投的话 首先要得到莫斯科的一个首肯 但是从目前整个战场上的占据来看 实际上对俄罗斯总体上来讲 是有一定挑战性的 那么特别是在卢干斯克 刚刚在几个小时之前 西方的媒体 也包括泽丁斯基本人 在推特上就已经发布了消息 在离这个卢干斯克不远的一个村庄 已经被乌军完全的控制 他们用了一个解放的一个词 完全解放了这个村庄 那么CNN 就是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还有图片和相应的视频 放到了社交网站上 那么从总体的形势来看 在这个北部 就是乌东地区的北部 乌军快速的推进之后 那么开始在中部南部地区 也开始逐步的来推进 虽然在这个地区 基站仍然在进行当中 但是从目前整体的形势上来看 俄军处于首饰 那么正在不断地加强 或者是建立一条新的防线 但是这个防线 似乎这几天都在发生一些变化 换句话说 就是乌军推进的速度 虽然非常的缓慢 非常的有限 但是它的总体的趋势 是在向前推进 而俄罗斯是在步步的后退 总体上的一个形势 当然局部地区的一些战况 有些变化 有些不同 刚才我们的记者路易光 也在他的报道当中 也谈到 在敦巴斯地区部分的村镇 俄军有反击 但是也有俄军主动的放弃了 一些村镇的守护 开始向后撤 总而言之 从战场上的局势来看 毫无疑问 俄罗斯目前是处在一个相对 战略防守的这样的一个位置 但是我一直强调 俄罗斯在战场上 特别是主战场上 它的主动性 仍然还是掌握在俄军手中的 换句话说 就是俄军如果集结了新的兵力 重新进行部署的话 还是有能力 来在一些局部的地区 城镇进行反击的 这一点呢 包括乌军自己也承认 打得非常艰苦 重点是这场战争打到现在 我相信莫斯科应该在考虑 做出所谓的第二选择 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考虑 其实普京本人自己 他也在之前 在上河组织峰会期间 他和这个莫迪 进行这个会晤的时候 他也说 俄罗斯呢 尽快地要结束这场战争 但是用什么样的方式 方法来结束 他并没有告诉莫迪 西方的一些媒体 对此也进行了一些畅想 一些幻想 但是呢 莫斯科方面的态度 还是非常的坚决的 甚至于普京他本人也说 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决定 结束这场战争 主要是由俄罗斯来决定 那么由此 西方的一些媒体 又开始大肆地炒作 俄军或者是俄罗斯方面 会不会使用核武器 当然我们也看到 在昨天 在星期一的时候 那么莫斯科 佩斯科夫呢 已经公开地对媒体说 所谓的使用核武器 并不是在俄罗斯的 战略核理论的 这样的一个理论当中的 除了有四种情况之外 那俄罗斯不会使用核武器 也不会使用化学武器 但是不管怎么样 战场上的局势 是总体上对俄罗斯不利 而对俄罗斯这样的一个 所谓拥有世界上第二强的 军力的一个国家来讲 是不能接受这样一个现实 因此未来一段时间 在各个战场 在局部 在全局上 我相信呢 俄罗斯战争还会持续一段时间 而且呢 打得会非常的惨烈 想议 这一段时间究竟还会多久 我们也会帮你持续追踪 待会来有更多焦点 待会见 欢迎来看到疫情 香港卫生防护中心就公布了 截至19号的零点钟 在香港新增了 6260宗的新冠肺炎 确诊割案 数字是下降了 但是再有实名的感染者离世 那有关香港疫情的最新消息 我们也立刻来连线 正在香港中环码头的记者 王叔来了解一下 王叔你好 二位早安 我们看到香港的确诊新增数字 最近是出现了放缓的 这么一个节奏 那么可不可以我们介绍一下 现在各地都在讨论 说我们香港有没有可能 进行一个零加期的防疫措施 那我们介绍一下 港府对于这个措施 有没有什么样的考量 各界的关注点又是怎样呢 好的 那香港的新冠肺炎疫情持续 不过由于近日的确诊数字 出现了一个回落 另有关放宽入境隔离 检疫措施的讨论声量见高 那目前大家普遍是支持 将三加四的隔离检疫政策 改为零加期 那所谓的三加四 就是香港目前实施的 入境隔离检疫政策 入境香港的人士 需要接受三天的强制酒店隔离 之后的四天进行居家的医学监察 在这个措施实施之后呢 香港的入境人数是增多了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 境外输入个案并没有出现一个飙升 所以是否可以放宽这个政策 引起了广泛的讨论 目前大家比较支持的零加期方案 就是不需要进行强制的酒店隔离 而七天进行居家的医学监察 香港大学医学院 卫生物学系讲座教授及袁国勇 以及三位教授 是共同撰文 认为香港其实是有条件 通过检测代替检疫 而且他们普遍比较支持 零加期的这个方案 认为这个可以有助香港尽快的复偿 不过香港如何实施零加期 就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那首先第一个问题 大家关注的就是检测的问题 那目前呢 抵岗人士在香港国际机场 需要接受到核酸检测 和快速抗原测试两个检测 快速抗原测试结果成阴性之后呢 他们就可以回到酒店 等待核酸检测的结果 而目前如果这个香港放宽了检疫政策 会不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抵岗 而到时这个核酸检测的采样员 人手是否足够 而且核酸检测的这个能力 是否香港现在已经有这个更高的能力呢 大家比较关注 而第二个问题就是 大家比较关注的就是 有意见认为 可以以快速抗原测试结果 取代核酸检测的结果 那这个呢 就必须值得关注的是 快速抗原测试的敏感度 其实是并不及核酸检测的 如果有病毒量较低的人士 确诊患者 他走入了香港的社区 会不会造成一个疫情的传播 就令大家更为的关注 我相信这个也是特区政府 在现在考虑进行这个改 进行更改这个隔离政策 最关键的一点 不过随着目前香港 有多项的大型的盛事 陆续的取消 包括原定明年在香港举行的 世界龙州锦标赛 移师到泰国举行 香港的马拉松 也没有跌在今年继续的取消 那其实这个就侧面的 会不会成为一个特区政府 进行更改入境隔离检疫政策的 一个催化剂 就值得大家的关注 那有消息就表示呢 特区政府可能会在近期 公布零加期的隔离检疫方案 那我们也会进行持续的关注 以上就是我的这个中华掌握的情况 现在把时间交换给主播 好的谢谢王叔 我们带来的最新介绍 要关心一下经济面的消息了 全球的多家央行在本周将会议席 而其中最受到关注的就是美联储 北京时间周四凌晨公布的议席结果 市场预期美联储或许会连续 第三次加息75个基点 要应对高通涨市 那市场现在是预料香港也会跟随上调 最优惠利率0.125厘 来到0.25厘不等 而重量联行香港主席曾焕平 在接受本台专访时就预料 受全球大环境的影响 香港的住宅楼价 今年跌幅可能会达到10% 美国联储局于北京时间周四凌晨 公布最新议席结果 综合美联储主席鲍威尔 此前在全球央行年会上传达的鹰派信号 市场目前几乎确信 美联储在会议上至少加息75个基点 重量联行香港主席曾焕平 在接受凤凰卫视专访时表示 在美联储猛烈的加息下 港美西差进一步拉扩 有关影响 据持续性 香港或开始追上加息步伐 当我们港元和美元挂钩之后 那个息口一上 我们就算迟少少 我们都一定要加 因为现在港元存款 已经大量走去美元存款 这次加息来说 是结束了 我刚才说 结束了我们很多年的低息环境 已经滞后了美国150点子 其实如果再来 我们可能就算追100点子 都是很平常 曾焕平又指 加息的大环境下 除了香港楼市会向下调整 以及公楼负担加重外 市场或出现负财富效应 抑制消费力及经济增长 很简单 市民的购买意欲 就会更加受到压制 压制有两个原因 第一 以用家来说 公楼的负担就会上升 第二就是从投资者的角度来看 我们现在摆入银行的定期存款 如果是一年期来说 都已经可以去到 接近三厘 甚至有些是超过三厘 在物业上的投资低于三厘 都是不值得你考虑的 因为我还要承担物业 那个下行的风险 受到第五波疫情 等力弹因素影响 今年上半年的住宅 写字楼及商铺成交量接跌 加上全球利率预计将持续上升 他预测香港的楼价 再有下跌风险 由今年到现在 楼市向下调的幅度 已经是去到 接近就是10%了 楼市就很明显 给了一个信号出来 这个不是一个短期的调整 我们香港的防疫政策 是令到很多外国跨国投资者 其实又是有重新考虑 是否需要在香港 扩大他们的面积所致 我们现在估计 现在在铺位来说的租金 已经被在我们高峰期的 凌量度跌了差不多7至8成 至于市场憧憬的通关 等其他因素 增幻平预期 短期内若与国际接轨 将使香港的经济一定程度得以复苏 但与内地核实通关 仍是市场关注的要点 今次来说 整体的跌幅最主要是来自世界性的 我们现在的问题就是 我们美元的息是不断上升 国内自己的经济也都出现问题 国内对于外汇管制 也都是非常严谨 所以这几样东西的夹击之下 国内买家是少了很多 第二天它会不会下来呢 我相信希望在这些国家政策的改变之下 它是会下来的 对于有舆论担忧 楼市持续下行 提出负资产潮丛林的可能 曾怀平认为 过去五年的高陈数案件买家 或成高危群体 但他认为这里的所谓资产 只是影响转案 或者是卖楼套现的人士 资产升跌 对于自住的市民影响有限 不过他建议当局可适当地考虑减纳 以刺激楼市交投及经济增长 香港的负益政策是值得适时去检讨一下 因为我们现在 我们香港现在逐渐的优势 看到是逐渐跌着 是需要去适时检讨一下 因为当楼市下行的时候 你就要快点去检视你的辣椒政策 因为为什么呢 你不检视的时候 当楼市正式是狂跌的话 到时你放弃已经没用了 现在香港最大的问题 就是游戏规则和policy 非常不清晰 投资者就更加不知道怎么搞 倒不如选择离开 他又指受经济环境及通胀等因素影响 发展商建筑成本上升 且近期市场对楼市的看法谨慎 他预料发展商投地出价 会更趋审慎保守 凤凰卫视季思青香港报道 提供给您今天的要闻早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第二十二次上核组织 萨马尔海元首峰会结束 伊朗成为正式成员国 峰会期间 伊朗总统莱西密集会见了 中国 俄罗斯 土耳其等多国领导人 就深化各领域的合作 进行了深入交流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卡纳尼 他认为上核组织是重要的区域性组织 这次上核峰会成功举行 有丰硕的成果 伊朗也期待与中国在国际系务上 进行更多的合作 伊朗各界对此次上核峰会 都非常关注 德黑兰时报评论称 此次上核峰会在世界舞台上 形成了反邪恶的新的轴心 预示着新的国际秩序在形成 保守派的世界报也认为 伊朗正式加入上核组织 将开始伊朗与上核组织 各成员国 在经济 商业 交通和能源 合作的新阶段 卡丹尼 周一在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 此次上核组织峰会非常成功 取得了非常丰富的成果 伊朗总统与中俄等过元首的会议 以及伊朗加入上核组织 都对伊朗和世界 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伊朗总统与上核组织 伊朗总统与上核组织 伊朗总统与朝核组织 rok导致 在一年之后,在两个国家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 在不同的国家和经济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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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种程序上和经济党和经济党和经济党 和经济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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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上和峰会期间,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 将派出80多家俄罗斯大型企业访问伊朗,洽谈贸易合作 19号,俄罗斯商贸代表团抵达伊朗,将展开数百场经贸洽谈 范围涵盖贸易、工艺设备和机械、医药和医疗设备、电信、能源等领域 对此,卡纳尼表示,发展两国关系符合伊朗和俄罗斯的共同利益 伊朗对此表示欢迎,伊朗政府也将重点放在了与邻国开展合作上 伊朗正式加入上和组织对伊朗非常的重要 也被认为是来袭政府取得的重要的外交成果 而伊朗外交部也表示,对此次的上和组织峰会非常的满意 认为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同时也将会对伊朗以及上和组织产生重要的影响 富豪卫视,纽约正凯姆森,德海浪报道 美国商务部在19号表示 将把伊朗的航空公司所运营的三架波音747飞机 列入违反美国对俄制裁出口管制的飞机清单 美国商务部工业和安全局表示 通过商业数据确定由马汉航空公司 格什姆航空公司和伊朗航空公司运营的三架飞机 像俄罗斯飞行和运输包括电子产品在内的货物 这违反了美国商务部就俄乌战争对俄罗斯实施的制裁 这三架飞机是首批被认定的伊朗飞机 美国商务部表示 现在共有183架飞机在名单上 这些飞机被美方认定为明显违反美国出口管制措施 美国商务部最新认定的三架伊朗航空公司 此前已经受到美国政府的多项限制 另外伊朗总统莱希18号在首次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 如果美国不保证未来不会再次单方面退出伊核协议 拜登政府承诺遵守新的伊核协议毫无意义 华盛顿邮报报道指出 伊朗要求保证美国将留在新协议中 这一点已成为伊朗和各方未能谈判达成一致 以取代特朗普政府于2018年退出的伊核协议的主要症结所在 大概在一年半前开始的谈判目前已经几乎停止 自7月负责协调谈判的欧盟外交政策负责人伯雷尔 向美一发送了其所谓的最终文本 双方在交换了两轮回应后未能达成协议 双方目前也没有安排任何额外的会谈 凤红卫视王佑佑 陈英秋 华盛顿报道 陈子 最近美国有些民众说 这拜登话会不会说得太早 文汇报的报道 导播大画面来看一下 这个标题好大 他说这美国总统拜登早前在接受着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60分钟的采访的时候 他竟然说疫情已经结束了 而虽然当地还是要面临新冠病毒的问题 而政府也在做很多的工作 但就犹如他当时出席车展的场景一样 很多人没在戴口罩了 认为最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 但他也强调了 已经要求国会准备224亿美元的资金 为秋季可能出现新一轮的疫情来做准备 根据记录 在拜登上任的初期 美国每天是有3000多人感染疫情死亡 但是在医疗体系改善 药物和疫苗接种普及之后 死亡人数已经显著的减少 当地现在的病例数目是5月以来的新低 但是疾控中心的数据就显示 目前每天还是有400多人死于新冠病毒 德州纽约等地的确诊病例仍然在增加 只是有一份民调也是蛮特别的 他说是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最新民调显示 总统拜登他的支持率最近达到了45% 也创下了一年以来的最高点 而目前特朗普的党内忠诚度却出现了大幅下滑 不过分析就指出在即将到来的中期选举当中 共和党仍然保持着关键优势 NBC的最新民调显示 美国总统拜登的支持率 创近一年以来的新高达到45% 这主要得益于女性选民 拉丁裔选民 以及18到36岁年轻选民的支持 上周美联社公布的一项民调中 拜登的支持率也达到了45% 比7月上升了9个百分点 而支持率上升的重要原因在于 拜登在8月取得了多项立法胜利 包括芯片法案 退伍军人援助法案 以及与气候变化 降低处方药成本相关的立法 此外拜登还宣布为4000多万美国人 免除高达2万美元的学生贷款 调查还发现在独立派选民中 拜登的表现仍然不尽如人意 只有36%的人对拜登表示支持 NBC的民调还发现 共和党内对于前美国总统 特朗普的忠诚度降至历史最低水平 只有33%的注册共和党选民表示 他们对特朗普的支持超越对共和党的支持 这个数字在两年前曾高达54% 还有58%的共和党选民称 他们支持共和党而不是特朗普 另外56%的注册选民表示 应该继续对特朗普不当处理机密文件进行调查 尽管拜登的支持率出现上升 特朗普受到各方阻力在加大 但NBC的分析指出 共和党在经济犯罪边境安全方面的支持率 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民主党则在堕胎医保上维持优势 63%的美国选民认为 他们的收入低于生活成本 58%的选民不赞成拜登的经济政策 这令共和党仍然保持着赢得中期选举的关键优势 凤凰卫视 王宾如 王天逸 华士顿报道 好 下节回来还有更多消息 我们稍后见 欢迎回来来关注中国航天领域 所取得的一个新的成绩 香港电台网页带我们关注到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布 中国首次火星探测天问一号任务团队 获得了国际宇航联合会2022年度世界航天奖 大会表示天问一号研制团队 提供了成功探测火星的创新路径 为推动人类火星探索事业和深空探测技术的发展 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天问一号火星探测器在2020年7月23号发射 在去年的2月10号与火星交汇 也成功实施捕获制动 进入了环绕火星轨道 对于预选着陆区进行了三个月的详查之后 在去年的5月15号成功的着陆火星 5月22号是驻荣号火星车成功的开上了火星的表面 开始巡视探测 天问一号在火星上是首次留下中国印记 首次实现通过一次任务完成火星环绕 着陆和巡视这三大目标 也标志着中国在行星探测领域跨入了世界先进行列 世界航天奖是国际宇航联合会设置的航天最高奖 强的四号任务团队代表也曾经获得此奖项 另外再来看到香港大公报 带我们关注到世界首例体细胞克隆野生北极狼 名字叫亚马玛雅 在北京诞生并且了满一百天了 这也显示出中国从克隆猫克隆犬到成功克隆冰河时期的幸存者 克隆技术可以说是不断的进步 那现场专家也认为克隆技术为宾威野生动物的保护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切入点 也为保护生物多样性提供了新的手段 我们看到这玛雅好可爱 一个月大是不是还是两个月大 就是很像一个baby 因为是北极狼 它们是世界冰围级的动物之一 也被列入了世界自然保护联盟 在2012年冰围物种的红色名录 而为了要拯救冰围动物保护生物的多样性 那北京西诺古生物公司还有哈尔滨极地公园 在2020年就开启了北极狼克隆的研究合作 在2022年的6月10号 世界首例的克隆北极狼 玛雅就这么在北京诞生了 另外再来关注到的是德国环境部门 在19号表示 天然气公司伊昂能源集团向德国政府通报 东南部的伊萨尔二号核电站发生了泄露事故 但是没有危及核战安全 当局表示虽然事故没有危及安全 但可能会影响到德国政府的冬季能源计划 伊萨尔在二号原定今年年底关闭 但是由于能源短缺等因素将会待机到明年 而现时遇上事故 核电站要在10月维修一周 期间完全停止运行 伊昂集团发言人称 有信心在12月31号之后 与政府谈妥安全框架 增加核电站的电力供应 再来聊一聊的是 就是面临这样的一个社会现象 就是人口老龄化的问题在日本特别严重 香港电台也报道了 现在是进一步的恶化了 日本总务省就公布了最新的数据 65岁以上以及75岁以上的长者人口 占了全国比例已经分别超过29% 以及15% 全都创下新高 至于80岁以上以及90岁以上的人口 也分别占了总人口的9.9%跟2.1% 另外一方面 日本65岁以上的就业人口 总共有909万 2年增加了6万人 而这个数字也是连续18年上升 其中65岁到69岁的就业率为50.3% 首次过了半数 也就是每两个人之中 就有一人没有退休 仍然在工作 的确很多人说人生70才开始 女王也是活到有96岁这么高龄 我们把镜头就要转到英国 英国政府将已故女王 一律下百二世的国葬日定为公共假期 而所有的学校是停课 而多数的店家跟企业 为了表示尊敬也选择停业了 外界早前就预计会挫伤 英国9月份的经济水平 不过因为海外游客 融入伦敦悼念女王 或多或少能够抵消这一不利影响 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国葬 于19号在伦敦举行 来到现场的除了2000多名 各国政要和王室成员外 约数十万民众 甚至从凌晨开始 就在女王邻车途径的道路两旁 站好位置 据伦敦警察厅预计 约有200万民众聚集在首都伦敦 以及通往温莎的道路两旁 英国政府早已将国葬日当天 定为今年的法定供休假 超过四成商铺 选择关门停业 以试对女王的尊敬 也为员工提供时间 当年女王 不过全英各地 人有酒吧和餐厅开放 向公众提供歇息的桌椅 便于观看葬礼的全程直播 早前当地智库经纪人士认为 宫秀价商铺停业 或将让九月份英国国民生产总值减少0.2% 根据英国文化部预估 国葬日或损失23亿英镑的经济收入 不过同时也指出 由于海内外游客 尤其是美国 加拿大和印度游客 涌入伦敦 且停留时间较长 将给九月下旬的经济发展再次注入活力 在英国女王伊丽莎贝二世的葬礼之后 当地民众又将聚光点重新放在了查尔斯三世的身上 有当地民调就显示 经过了这10天的调研期间 查尔斯的表现也是受到了公众的认可 但是他的王室成员的缩编计划 能否让英国王室重塑影响力 又能否稳住英联邦 还有待时间的考证 富皇卫视 许来安光夕 伦敦报道 而法国巴黎地铁 在19号将乔治武士地铁站临时更名为伊丽莎白二世站 以此来缅怀英国女王此事 乔治武士站是法国巴黎地铁一号线的一个车站 位于巴黎巴区 于1900年8月13日启用 原名为埃尔玛站 为纪念英国国王乔治武士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支持法国 于1920年5月27日将此站改名为乔治武士站 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国葬日当天 巴黎地铁公司特别将乔治武士地铁站 临时更名为伊丽莎白二世 以此缅怀女王的辞事 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是英国在位时间最长的君主 在位期间她与巴黎有着无数次浪漫的邂逅 而女王最后一次访问法国 是在诺曼底登陆70周年之际 她当时再次回到了首次出访时来过的这里 物于西代岛的鲜花市场 而这一市场也就此与女王的名字命名 在关心这场强震发生在墨西哥的西部 19号遭遇到了李氏7.7级的强烈地震 造成至少一人死亡 而目前没有中国公民的伤亡报告传出 而这一天正是1985年跟2017年 当地的两次大震灾纪念日 地震是发生在当地的下午一点左右 网上流传的画面都可以看到 室内室外都猛烈的摇晃着 有人敢留在室内的民众就蹲在地上 聚集在柱子的旁边要来避难 镇中是位于米雀肯州 以及科利马州的交界处 镇源深度只有15公里 而西部有多个地区都观测到了海啸 就在首都墨西哥城也受到了影响 建筑物不断地摇晃 更有地区停电 大批的民众走上了街头要避难 不少人急于打电话要跟亲友联系 19号的当天也是刚我们提到 过去两次大地震的震灾纪念日 官方早前也举行了纪念活动 好 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早班车 祝您一天好心情 我们再会 见您让满满 拜拜